現在這幾位任命大家看 說穿了就很簡單 就是吳釗燮部長的私人 他就要任用私人 任用私人的時候 體制變成他的妨礙 所以他不但去修改體制 他不但去破壞體制 他還把這些體制講的 不是那麼重要 說實話 你要喜歡這個人的話 你有100個理由講他好 我們外交部要用人的話 這個人好不好 要100個人講他好才行 不是一個人說他有100個好 他就可以當的 所以現在他把整個的一個 好好的一個體制 好好的一個文官體制 完全都破壞掉了 所以會出現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這裡面董思琦擔任這個職務 所謂政務副代表 這已經不是我們國家 文官體制的問題 這是在鬧國際笑話的問題 為什麼是國際笑話 一個駐外單位 他的主觀也就是代表 今天可能是常任文官 你他副手放了一個 政治任命的副手 你讓國外的 接受國來講的話 你這一個是常任文官 這個是政治任命 這兩個的意見 我到底聽誰的 這兩個意見如果不一樣的話 我聽誰的 趙一祥也是這樣的安排不是嗎 趙一祥他是政治組副組長 他本來的安排也是副代表 本來也是要這樣 就是因為爭議太大了 如果說外交部今天用內規 把這個所謂的政務副代表 把它列為規定可以的話 那絕對是違法 他已經修法修過了不是嗎 放寬這個政務副代表 是可以由政治任命的 所以這個 有十個名額 這個我就要覺得 這個科委員 你們立法院要負起聯車 我們立黨 但是沒有辦法 這些法律基本上 外交部的組織編制 還有他的職務表 都是要立法院同意的 要經過立法宣布 這個法律基本上 現在還沒有變 如果送到立法院不會通過的 連民進黨的立委 都不會接受的 外交部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他修改下面的行政命令 當然 行政命令不能違反母法的 所以這個問題 就應該好好來調查 是誰在那邊為非作歹 濫改法令 或者說為所欲為 監察院所以調查 譬如說張淑林這個案子 他背後的一個故事是 我們舒啟成處長的 在任內制裁 這不是中華民國外交史上 從來沒有發生 全世界也沒有聽聞 這樣一個外交官 因為我要證明自己的 自稱的清白 在他的任內制裁 這次國際性的大醜聞 既然發生在中華民國 這件事情沒有調查清楚之前 一個主要對這個事情的關係人 你就可以把它放到 就外放掉了 那不是將來 就不是擺明要規避 國內的各種的監督嗎 不但立法院要監督 監察院要監督 這件事情要好好弄一個水落磁出 要不然我們過去非常非常困難 可是表現非常好的外交工作 就會因為吳釗燮部長這樣子 胡作非為 我想會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對國家非常非常大的損失 我請教你 如果蔡英文現在問你 那你曾經用相同的標準 來批評金普聰擔任駐美代表嗎 金普聰是政治任命 因為駐美代表處只有一個政務官 但是他有當過外交官嗎 他是外交特考 通過外交特考 他有擔任過外交官嗎 他外交特考 駐美代表在你們的層級是什麼 然後如果不是馬英九的清醒 他為什麼可以做全台灣最重要的外交官 我覺得提金普聰這個case 是完全不了解 政務官跟事務官的分野 金普聰他擔任的是政務官的工作 駐美代表就是我們職務分配 他就是一個可以特任官 如果說他今天 金普聰是做副代表的話 大家會有意見 我了解 今天這些都不是政務官 這大使我的意思是說 趙怡祥也好 董思琦都不是政務官 金普聰在當駐美代表之前 有沒有擔任過外交職務 我知道他在中國國民黨裡面 是負責對外工作的 這跟趙怡祥跟現在 董思琦的工作是一樣 而且你要論資格的話 金普聰是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的PhD 我覺得這些東西 都沒有辦法存疑 的確當初用金普聰的標準 跟現在我們在指責 他們用所謂的 趙怡祥的一個標準 其實他就犯了同樣的 這樣一個問題 你當然看到他提到 過去的駐美代表 以代表個人而言 是一個政治任命 是可以OK的 他們這些人所用的部分裡面 基本上他們是 完全佔了文官的缺 這才是讓很多外交基層的人 覺得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覺得 為什麼只要顏色對 我不用經過這麼多的考試 我就可以過來 所以還是在政務官 跟文官彼此之間 大家所選擇的一個標準 是不一樣的 不過也同樣的 金普聰當初在做一個 這樣一個政治任命 也的確引起很多 例如我們現在 對他們的一個質疑 所以我們只能說不管誰執政 對於這樣的一個任命當中 千萬不要有任何的仇勇 任何有心機的這個部分 還是尊重整個的 一個系統的制度 我覺得這才可以杜絕 大家對這整個事情上面 一個批判 政務官總統決定用誰 他就可以用誰 可是事務官不是誰可以決定 而是要符合體制 要有國家的體制跟制度 蔣介石總統好了 大家現在對阿民選很差 他還總得找一個駐美代表 叫做胡适 你要找政務官可以 你是找一個 真的在美國關係很深的人 你用一個PhD Austin 我們都是 我只能夠講說 蔣介石總統 只有一部分人對他評價比較低 像我們對他非常尊敬 我們不要轉移焦點 我的意思是說 我希望台灣可以建立一個 不是只為政黨 現在就是被民進黨破壞殆盡 以前國民黨建立的體制 非常的好 是國際水準 你今天講金普聰的話 金普聰政治任命 放到全世界來講 沒有任何一點不合理的地方 你今天用的像趙宜祥這樣子 完全沒有經過外交特考 沒有任何任用這個人 去擔一個事務官的責任 基本上就是破壞體制 大大大事 我會不會補充一下 不好意思 我因為蔡總統 他現在要拚連任 所以蔡總統任何的安排 我們都要回到一個基本 他是為了國家還是為了自己 就盧東剛質疑的金普聰 當初馬總統把他派到 是為了國家 還是為了馬英九自己 大家都可以去解答 這幾個也是一樣 我特別講一個美國的人 這個是Barnie Glaser 他那是聲音口音歌 他說台灣媒體 我是直接翻譯的 因為英文翻譯很爛 台灣媒體扮演一個 很可恥的角色 把我們嚇 台灣媒體當然我也是其中一頓的 罵我們台灣的媒體 我想請問葛萊宜 你現在在美國看到這個新聞 你要不要把這話收回去 我不要用彰話罵你 我說你要不要把這話收回去 因為官員朋友人家想 外交部街大使是內行的 我們記者很難跑到新聞 很難跑 外面不是很難跑一個